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王玩得正嗨的时候 翠花突然带着一帮人冲了进来 那一瞬间我想好了一百种给老王收尸的场景 不过还好 这只是军方上将老铁来请老王去调查一宗外星生物袭击地球的案件 结果老王以结婚为由直接拒绝了老铁 不过老王最后还是背着翠花帮军方做了一个跟踪外星人的仪器 一番折腾后 婚礼总算如期取行 但就在婚礼最关键的一刻 周围所有的仪器突然断电了 原来是那个外星人路过 看着翠花的婚礼被搞砸 我一怒之下追了上去 无奈这外星人太强 一个回合我就败下针来 和外星人接触后 我的身体发生了异常 只要老王他们和我接触 就会和我交换超能力 老王发现这个外星人在地球上刨坑 如果不阻止的话 地球很快就会寂寂 而老铁因为不满我们的办事效率 居然请来了上一集的反派老鞋帮忙 我去 老铁这是嫌地球凉的还不够快吗 果不其然 在我们抓住外星人之后 老鞋不但控制了外星人的滑板 还杀了老铁逃走了 无奈之下 我们只好请求外星人的帮忙 外星人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叫银色滑翔者 是宇宙大佬行星吞噬者的手下 只要被他大佬看上的星球 就会让阿祥来料理这颗星球 然后一口吞掉 世人都称他们为吞翔组合 阿祥还告诉我们 只要抢回他的滑板 他就可以阻止行星吞噬者 于是我们展开了追捕老鞋的行动 在追捕的过程中 翠华身负重伤 关键时刻 我吸收了伙伴们的超能力 进化成全能形态 和老鞋大战了三百回合 最终我成功抢回 阿祥拿回滑板 阿祥拿回滑板后 先就活了翠花 然后冲进行星吞噬者的嘴里 一招神罗天争 打退了吞噬者 从此吞响组合 恩断一绝 世界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为了纪念这段往事 我只想吟试一首 音乐走你 老王为拆其一事 婚姻大堂 近其中 将军犯魂 招募人 换来坟头草木参 请得一百天神命 勇斗恶棍 朱黄昏 宇宙吃货口味重 吞响组合 短长空 我是一百 我们下期再见